早晨,他想问836华润电力 13.9有货 现在升穿15元,下一站看多少呢? 前景怎么看呢? 今早的电力股做得不错 我想暂时去看的时候 利好的机会都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在国策方面来说 都会刺激这个基建 而基建的需求 亦都附带了能源方面有关联性 也看到油价也有做好状况 所以各方面去看的时候 对于华润电力的股价表现 也有一个帮助 我想首先要看会不会上破16元这个位置 因为始终来说 如果参考好看 3月中到现在时 一直16元傾向有点阻力 如果今个星期可以上破16元这个位置 下一步可以看月初的时候的位置 或者看3月初 1月就更加理想 3月初的时候就会看 股价就介乎是17元到17.5元这个位置 变成上破16元的时候 就可以是看高1元到1.5元这个位置 但如果就按照消息多不确定性的时候 就令到股价一直都受制于16元这个位置 我想投资者有个心理准备 股价就继续徘在15元到16元之间 横行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一些 到时就可能要些耐性再等一等 有一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